国际民航组织iQIA第40一届大会 今年我国原位受邀 交通部民航局组成了iQIA行动团 前往加拿大蒙特罗 与各国代表和专业民航组织在场外会谈 交通部长王国财则是投书国际媒体 另外以预录影片的方式来向国际展现台湾争取 加入iQ的决心 依然没有受邀参与iQIA大会 但是民航局行动团在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26日上午 与驻加拿大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联媒举行国际记者会 强调全球有三百多个飞航情报区 台湾民航局管辖的台北飞航情报区 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交往部长王国财也以全英文影片向国际发声 交往部也提及近来中国在台北飞航情报区片面实施军演 也对周遭飞航情报区造成影响 iQ大会今年主旨为疫情复苏后 重新连接全世界 在此关键时刻 更呼吁iQ应该重新考虑纳入台湾 交往部民航局在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九年都在iQ大会举办期间 前往争取参与 今年是第三度出动行动团 在当地持续与各国民航主管机关交流 也持续获得友邦以及非友邦国家的表态支持 记者是在临间台报道